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要讲的电影叫《芒井》 该片是王宝强所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影片开始三名矿工再聊家常 本来聊得好好的 老宋突然说要送朋友回家 然后拿起锤子将朋友砸死 随后老宋跟老唐一起将这位朋友拖到别处 制造成矿难的样子 原来唐宋二人是不法分子 他们首先会跟被害人搞好关系 将被害人认作亲属 然后一起去煤矿做矿工 等于两个月后将被害人弄死 然后制造成矿难的样子 梅老板不敢把事情闹大 自然会找他们私聊 二人便以此来骗取风口费 两人发挥出了影帝级的演技 把矿长耍得团团转 他们还故意跑去报警 因为他们知道 矿长的手下一定会拦住他们的 事情就如同两人预料的一样 矿长找到老宋 希望他去劝劝老唐 将此事私了 因为之前死去的朋友 在来煤矿之前 认了老唐做歌 并且还伪造了身份证 矿长也不可能真的去追查 他们的身份 那样太耽误事 手下建议矿长 把唐宋二人干掉 省下一笔风口费 但现在中央在严打 他们根本不敢把事情闹大 而且料理他们的后事 需要更多钱 还是私了赔点钱最好 随后矿长给了老宋 两千块好处费 让他说服老唐 最后老唐装作伤心的样子 签署了协议 老唐拿到赔偿款后 矿长将两人赶走 像以前一样 两人把赔偿款平分 一部分寄回家里 一部分拿来享乐 玩够后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小元是一名学生 今年16岁 因为父亲外出打工 好久没回来 也没往家里寄钱 导致小元没钱交学费 所以小元只好外出打工 赚取学费 老唐很快就盯上了小元 便主动找小元搭话 他告诉小元 当矿工很赚钱 然后欲擒故纵 故意说不带小元一起去 小元已经找了三天的工作了 身上那点钱早已用完 现在老唐是他的救命稻草 然后老唐装作很为难的样子 去找老宋商量 老宋觉得小元还是个孩子 所以不忍心对他下手 在老唐的嘴炮之下 老宋只好默认了 随后唐宋二人帮小元 办了假身份证 小元就成了老宋的侄子 原本老唐蛊惑小元的时候 说的是 哥们老宋已经找好了工作 但是老宋的侄子生病不能来 才让小元顶替 结果一路上老宋都在问哪里招人 可惜出入社会的小元 并没有想到这些 而且他现在也走投无路了 只好跟着唐宋二人瞎转 最后三人来到一家梅窑 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第一次下井 小元紧张的不行 后来时间长了 渐渐适应了井下的生活 在闲暇之余 小元也没有忘记学习 等存购学费就回到母校 老宋每次看到小元 总觉得有些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小元 一天他突然想到 这个小元跟他之前害死的朋友 长得很像 而且那个朋友也姓元 难道他们是父子 老宋一想到这里心就软了 他之前问过小元 知道小元家没有其他男丁 如果把小元弄死了 他们家就绝后了 为了让老宋放心 老唐便去看了一下 小元的全家服务 说小元的父亲 一点都不像之前的朋友 不过很可能 只是老唐为了让老宋狠下心来 所编造的谎言 一天三人上街时 小元借钱 施舍给失学儿童的行为 感动了老宋 老宋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忍不住也施舍了一点 晚上老宋发现 小元在偷看墙上的美女海报 知道了他的心思 老宋知道小元要进行回家时 决定帮他一把 可谁知这里的管理 把前去送信的唐宋二人 骂了一顿 老唐便撕了小元的信 老唐觉得心里很难受 但又不愿意承认 自己动了侧影之心 老唐等不起要对小元动手 但被老宋拒绝了 理由是小元还没碰过女人 老唐只好带小元去嫖娼 嫖娼完后 小元十分后悔 知道自己做了坏事 转眼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原本说好 等小元把钱寄回家后 就弄死他 结果这次老宋又帮了小元一把 说小元还没有吃送信饭 老唐只好再等两天 三人上街时 小元突然不见了 找到小元后 老宋准备教训他一下 却发现小元刚才是去买鸡了 小元想买只鸡来给老宋吃 以此来报答他的恩情 老宋心里为之一灿 没想到奥雷也能说出 为之一灿 这么高端文雅的词 吃完送信饭后 老宋实在找不到借口再拖延了 老唐也没了耐心 爱眼的同事都被他一锤子撂倒 他这次是下定决心要动手了 老唐发了几次暗号 老宋也没动手 于是老唐直接将老宋撂倒 准备亲自动手 老宋拼着最后一口气 挣扎起来将老唐打死 最后二人同归于性 小元吓得丢了魂 脑子一片空白的跑了出去 公游以为人都撤离了 于是启动了炸药 唐宋二人便被深埋在了井下 影片结尾 矿长逼迫小元私了 小元无奈 只好签署了协议 领到了唐宋二人的赔偿金 六万元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剧情比较简单 但是却反映了社会的一些现状 不得不说是部好电影 大家可以去看看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二环节 奥雷这个好像真的做过了 但是解说的词两期不一样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做过了 我也不知道惹到了哪路大神 从二月份开始 一直有观众说 某某某电影我以前做过了 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敢打赌 今天这部视频又会有人说 之前在猛鬼出笼的 微博问答环节 已经交了鉴别的方法 可是效果只持续了几天 我只要敢认真跟他们对峙 他们就会说 我开不起玩笑 要取关 就好像我一开始 愿意跟他玩一样 使我不得不自己骂自己 出气 说奥雷垃圾 整天重复做视频 糊弄观众 这种垃圾 我早就取关了 这些人愿意花一分钟去质疑我 也不愿意用这一分钟 去搜索关键词查一下 这是最气人的 就说到这里 明天是星期三 照理休息一天 我是奥雷 我们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我们下期见